HELLO HELLO 2019年的8月1日 今天是第2节 刚才第1节讲了一些关于大巴拿那宗串会的情况 以及讲了穆仔和艾夫乃这宗串会的关系 今天是第2节 第2节这个题目是讲Glazer Out 或者我们曼联球迷有五大诉求 其实想Glazer家族离开这个题目 我这节目应该没有怎样讲过 近期有一部份的晚迷写了一封公开信给Glazer家族 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时候 趁一个机会我们在这个节目专门这一节讲解整件事 究竟是怎样 老实说我也要离身 因为Glazer家族离开这件事 我自己本身就不是跟得很足够的 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晚迷 都会跟得比我足够 可能知道的东西比我多也比我准确 如果我这一条影片讲了些什么是不准确的话 和你们的认知有分别的话 希望你也可以告诉我 但是一些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知道在亚洲有不少晚迷都像我这样 这件事可能就知道些不知道些 甚至乎有些晚迷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都未定 所以既然是这样 我也想在这里做一节跟大家讲解一些 据我的认知 究竟这件事是怎样发生 以及去到现在 究竟是在做些什么 OK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有机会有机会有些资料 可能未必是最准确的 但我都尽了能力去做一些资料搜集 明确我都要根据某些报道去说 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14年的文章 Sportkita 这个文章 2014年的8月 当时有个Campaign 有个活动 有个网上的情况 就是说 Love United Hate Gazer 我们喜欢曼联 但我们很不喜欢 Glazer 加拉萨家族 2014年就发生什么事 这篇文章就是2014年 当时来说 我们曼联在联赛的第一场 输给紫云斯 那个收购转币 也不太活跃 这里就说了 在2005年 Glazer 加拉萨家族 用了8亿 买了曼联 但是其实很多是借贷 这个也是个背景 由于Glazer 加拉萨家族 这一宗所谓的收购曼联 令到曼联的负债 累累 就是背着很重的债 这个就是那个背景 这也是 很多曼联的球迷 觉得这一件事 不是很正确的 接着 2014年 收购了 夏里拉 和 索尔 当时的曼联的球迷 他们觉得搞错 我们串会 没什么出入 没什么买人的 上一个球季 洛耶斯 带领之下 就拿第七名 这个就是当时 后来就找了 云高尔接手 我想这一刻就是云高尔接手 当时的曼联的球迷 已经说了 其实说了很久了 加拉薩家族就当曼联是一个商业 的公司去运作 就不当了它是一个足球会 这个就是当时2014年的情况 大家都觉得 你当是一间公司 纯粹为了赚钱 就没有当到它是一个足球会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 几年前的一篇报道 关于这件事 一个近期的报道 就是这几天的 Footballfeiffer 这个媒体的一个报道 就是说 曼联的球迷 这几年都不觉得容易 尤其是刚刚 就说有很多的曼联球迷 就开始 就更加多的 投诉了 那是什么呢 除了在场上高的表现 不太好之余 我们自己 亦都看到 我们的曹州邻居 在六届的英超里面 赢了三届 更加看到 利物浦 越来越 踢得好 以及刚刚赢了欧联 亦都我们的名宿 加利利维利 曾经在去年 有一两条影片 讲了很多关于我们 球会的问题 最重要的一句 它就说 Rotten to the core 即是 已经是 用中文的一个四字字 病入高方 接役的话 已经烂到 去到核心里面 即是球会 也都 劍指 没直接说 没开名 但大家都在说 关于 穆仔 Ed Woodward 这一件事 所以来说 这里也有提到 其实 很多人 包括加利利维利 也都觉得 应该需要一个 足球总监 但刚才 我在第一节 也分享给大家 根本 穆仔 觉得自己是一个足球总监 所以 看势 就没那么容易 会交回权力 虽然 之前曾经 与 利奥废迪南 或者是废茶 经过 当时也传闻 会不会是他们 帮忙做的呢 所以 刚刚是早几天 曼联有部份球迷开始 再发起 Glazer Out 这个运动 亦都因为 发了一封公开信 给球会 或是给加拉萨家族 sorry 直接给加拉萨家族 这封就是那封公开信 我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封公开信 我会讲解一下 我自己对整件事 有什么看法 首先和大家分享 这封公开信 14年 是一个足球里面 很长的时间 2005年 你们买了这个球会 当时来说 是英国最出名 最好的球会 我们经常都会 拿冠军 或者就算不说 都是一个 争取者 每一个球季 我们都是在欧联赛 比赛 在欧联赛 比赛 我们也训练了很多 好好的球员 在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球员 出来的 我们是英国的 骄傲 英格兰的 骄傲 在球场以外 也是很成功的 我们对于球会的期望 相当之高 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会赢得 我们的对手 得到很多 荣誉 和奖项 有些人会恨我们 有些人会很羡慕我们 但是 我们永远 都不会是被 冷待的 一个球会 OK 今天我们的球会正正是没落 我们 之前就经常会挑战冠军 挑战奖项 但现在 我们就要选 就是说去年 谁 我们的敌对球会 会赢得 这个联赛 去到欧联 就 我们现在甚至乎 连有资格打欧联的能力 也不一定有 我们以前是吸引到全世界最好的球员 但是 我们现在在每一个转会枪 我们都会很担心 尤其是 在究竟我们买不买到一些 好的球员 还有 在卖球员方面的速度 和 决心 给我们的 其他的竞争对手 都是 比下去的 他这封信 这封信 一定会 跟我们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活华特有关系 但是 尽管情况 好像不是那么理想 但是这位人兄 阿木仔 都有很高的 加工 每年都加很高的 但是 曼联不是一定要成功的 不是天赋 我们一定要成功 不是老讽 但是我们作为球迷 我们在这里很喜爱 很喜欢球会 我们不是喜欢那些光明 我们是喜欢球会 但是在场上高的表现 在场上高的表现 也都是成为一个结果 我们就不会沉默 他也说在场上高的表现 是一个慢慢慢慢形成的 不是一次过 是慢慢慢慢形成的 那么 当时2005年 说过大约是 一亿的 转手 当时的球迷已经很担心了 这个究竟有多少 钱 是会投资回到球会里面呢 亦都希望这个收购 可以使得 在球场上 或者球场以下 都可以得到一个改善 就有别于 有别于 现在好像我们 整天为了 债务而忧心 我们找到 球会找到钱回来 与其 和球会 希望可以改善 都可以放在利息 这个 就是一个很大的 叫做账项 就是用我们 曼联的名字 去承担了 但是 在其他球会 的债务 都从来 没有那么厉害 他就说 以上所说 我们就觉得 我们已经不再像一个足球会 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生意 为赚钱而做的生意 这样 当我们说我们是球迷的时候 很多次你就当我们是 顾客 当我们想要一些成功的时候 你就想要一些赞助商 当我们 赢不到一些重要的奖项 当我们会说是一个失败的话 你就叫我们接受 你就说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已经是尝试了 在这个 收购之后 去看看 究竟是怎样的情况 但发觉 原来我们不出声 是会换来一个恶梦 在球迷来说 已经尝试过去 去示威 在2005年 和2010年 这两年都试过做一些示威的行动 今天来说 我们就希望 这个 运动可以去到世界性 但是 我们就希望有几样 sorry 但是 你们 杰沙家族 就把它放在地毯底里面 就当没有事发生过 希望这样就可以过去 所以 你的静默 和你的 静默 就是对于球会的一个背叛 所以 他这里说 我们万联球迷有五大数球 是希望 加拉莎家族 是可以做一个 回应 OK 以上那一段就说了 整件事 究竟是怎样 亦都是 代表了有部分的球迷 他们对于球会的不满 亦都不想再做沉默 之后就会有五个诉求 球迷 对加拉莎家族 有五个诉求 讲讲五个诉求之前 我就想讲讲整件事 我自己的看法 这个纯粹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 大家都可以发表一下 你们的意见 因为我真的没有在 这个 节目里面 讲过 这件事 或者 加拉莎家族 这件事 太多了 当然有间 也有碰到 但没有 纯粹有一集 或者有一节的节目 纯粹讲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如下的 我自己觉得 曼联是应该是一个球会 当然同时间 亦都是一间上市公司 OK 所以永远来说 作为一个管理者 一定要将作为一间球会 需要的东西 就是什么 赢掌项 在球场上都表现得好 这是一个球会应有之意 当然 一间上市公司 问题是 他们的责任 亦都是要赚钱 向股东交代 OK 但这个 这个曼联的情况 就比较有趣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虽然说它是一间上市公司 但据我的认知 可能是错的 它只是拿了很小的股份 出来上市 即是说 其实加拉莎家族 仍然是有 绝对的控制权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好了 所以这件事 大家要留意 千万不要 纯粹 说要为股东 去谋求最大利益 作为借口 因为 所谓 在上市的部分 的曼联股东 其实他们对球会的控制 是超级超级有限 实际上 和实际上 球会的最大利益者 或者 控制权 都仍在加拉莎家族 这是第一点 我的认知就是这样 所以 球会 究竟是当为一个球会 或是纯粹当为一间公司 去转 掌控权 都在加拉莎家族 OK 我当然 我纯粹作为一个球迷 我当然是最紧张 作为一个球会的部分 作为一间公司的部分 我的看法 纯粹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 理论上 公司的部分 应该 都是要赚钱的 但是应该 可以帮助到球会的进步 我和刚才公开讯说的 其实大致上都相同 不过 我觉得 曼联的确不是 只是一个球会 那么简单 它也是一间公司 但是 我觉得两样 应该是互相帮助 互惠互利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 根据 刚才很多朋友 一些公开讯说 那些钱 我们作为公司 赚到回来的钱 好像就拿了 去 回回一些债务 不是说用了很多 在球会方面 在这一点上 我就不是100% 认同 为什么呢 我们球会是赚到很多钱 亦都是在利息的支出方面 是有的 但是 同一时间 我们也是用了不少的钱 去收购球员 收购球员 究竟多少 或者用的钱 是否应该是 对的数目 这个 每个人看 每个人都会有 不同的看法 所以很难一概而论 老实说 正所谓 我觉得 可能买球员A 是很重要 但是你觉得 买球员B 比较重要 对吗 我觉得这个价 是水于价 但是你觉得这个价 价值得 所以 这一件事 我觉得 以我看到 我们赚到回来的钱 究竟有多少 是 用在球会 买球员 或者增添器 财日的方面 又或者 有多少是用了 给利息 有多少是 是格拉沙家族 代了落袋 OK 这个样东西 我觉得三样东西 都有做 但是这三样东西 分配的平衡 是怎样 这个就真的很难说 正所谓 公说公有利 婆说婆有利 OK 那究竟 是 怎样为之对呢 我就没有一个 好的答案 但是我只能够说 以我看到 三番东西 都是有做的 所以 公开信那里 就说 他们看到 投资回球会那里 是很少 或者没有 这个其实实际上 是不成立的 因为是有 不过足不足够 或者最重要 更加重要的那个问题 花在一个 对不对的地方上 高 这个是更加重要的 OK 所以 这一样东西 我觉得 如果我们直接 要找格拉沙家族 说的话 就是 我们可能 都花了钱 到球会那里 但是用得 其所吗 是否 是否用得 其所 这个就是要反而 问格拉沙家族 去 叫木仔 Ed Woodward 去问责 反而我自己觉得 这一样东西 是比较上 准确一些 击中问题的核心 我觉得 因为你说 完全格拉沙家族 拿了钱走 以及用来 给利息 我觉得 这个不是事实 因为我们 也用了不少钱 在球员的 收购方面 又或者 在球会的 一些设施的 提升方面 我们都是 说真的 一点都不论息 以我的角度 当然我的角度 可能是错 可能是大家不同意 明白的 OK 所以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希望大家 都可以 有机会 留下你们的看法 都可以 OK 大致上整件事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无论是 那些钱 去了哪 我们其实 大部分都看到 因为 由于万元始终 都是一家上市公司 很清晰 但我自己觉得 反而 问题的核心 就算我们的钱 用回球会 是否用得其所 才是我觉得 问题的核心 OK 好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看回五大诉求 和大家一起谈谈 因为五大诉求 还有一件事想说 就是先说五大诉求 我都有少少意见的 五大诉求 OK 好 第一个诉求 就是 当初的债务 4亿 当初的债务 是1亿以上的债务 现在 就只是 分配了 先看清楚 这里说 1 billion 不是 是10亿 当时 就举了 1 billion 1 billion OK 总之 就是 当初的债务 现在过了十几年 只是 还本金 4400万磅 OK 根据这里 他们的计数 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这样的速率的话 万联是需要158年 才可以还 那笔债 那就问格拉撒家族 你究竟 计划 是怎样清除这笔债 会不会有一个 很好的 时间线 告诉我们 你打算什么时候 清除这个债务呢 这样 好了 在这一点来说 我相信 就是说 球迷就是想 尽快令到球会 没有那么重的负债 OK 令到 利息的支出 轻松一点 这一点 由于 除了我说过 我不是一个 专业律师 我亦都不是一个 专业的核数师 或者是会计师 所以我没有这个答案 但据我的认知 我皮毛的认知 就是说 其实每一间公司 都会有负债 OK 一间公司的负债 多余寡 其实 未必有一个 非常超级客观的 情况 但是 一个比较客观的看法 就是看回你同一个行业 里面的其他公司 究竟他们的负债比率是多少 究竟 比较在其他同行里面 我们曼联的负债率 究竟算是高还是低呢 这一件事 我就觉得 如果 这班做法公公信的球迷 可能要做多一点的 资料搜集 或者再做多一点 去做一个比较 因为 很多时候 这些财务上的比较 都是相对性的 你就这么说 我们之前的债务 还了4400万 老实说 你问我的话 又是那句 并非 击中问题的核心 当然他们也做到功课 就这样算下去 有100多年才要回到本 即是才还得了债务 大家还要看一件事 在债务方面 以我皮毛的理解 每一家公司 都会有债务 没有一家公司 是不会有债务的 即是他们说到的 debt free 即是完全没有债务 其实是不现实的 在一家正常运作公司里面 因为为什么 一家公司的债务 其实就取决于 他们公司的 credit 即是信誉有多少 因为如果你的公司是很有信誉的话 你就可以 用一个相对便宜的利息 借到钱 很简单 作为一个生意人 如果我用一个数字去说 如果我可以用1% 借到100元 而我运用100元 去投资 是赚到 100元的利息 理论上 1%就是1元 如果我可以运用100元 去赚到2% 即是2元回来的话 与其用我自己的资本 我是会用借贷去做这一件事 因为我是 用一个便宜的成本 借到钱回来 去 拿到一个高点的回报 当然中间也要计 你拿到回报的2% 赚的钱 那个risk 有多大 这个也是 条数里面要计 OK 我就是想 在这个球迷的公开信的第一个诉求 第一点我纯粹说 如果要求一家公司 完全没有债务的话 这个是 不现实的 但是要看的事反而就是 他比起其他同类型的公司 他的债务 是不是 他的负债是否特别多呢 比例上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还有一个 我们曼联 以我们的牌头出去 付出的利息 付出的利息成本 是不是比其他同行多呢 这个也要看的 因为很老实说 正如我刚才说的例子 如果我可以用很便宜的利率 借到钱回来作投资 而投资的回报是很大的话 其实我 可以选择借贷 多过用于我原本的资本 这个大家 我相信有做生意朋友 可能会明白多些 比较少做这类型的东西 可能未必明白那么多 但是希望你刚才我所说的那个 如果我用 很少的 我用一元 借到 我用一元的利息 借到回来的那一百元 如果我有信心 用那一百元是赚到 两元 甚至三元 其实作为一个生意人 你是会借的 这几样东西大家都要考虑的 所以 我觉得如果要再做得 比较精准一点 就是说 要做回一个比较 同行方面是怎样 亦都要研究一下 我们曼联 的利息支出 的率 是多高 而这个 资出的率 究竟是否在行业上高 或者以我们这个字体来说 是否合理的水平 OK 这是第一点 我想回应的 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如果我说得不好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如果你不明白的话 你当我没说过算了 因为 我都害怕 我说得不好 OK 这是第一点 好了 这个纯粹我自己皮毛的认知 我并不是专业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律师 亦都不是一个专业的核数师 或者会计师 所以我真的是皮毛 第一点 第二点 Edwardward received a pay rise of almost 60% 即是说 牧仔加薪大约加了六成 那么多 由这个2.6 即260万磅 加到415 5万磅 基本上这段时间 在球会来说 在足球方面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甚至乎是这六年来说 我说六年 六年来说 就加了60%人工 在这六年来说 在足球上是失败的 但是 他的加薪 就好像 等下 OK 这一点来说 球迷有两个问题 第一他就说了现实 就说这六年来说 牧仔加薪加了六成 但是足球上高是失败的 但是 在我们球员的人工那里 就好像已经是失控了那么多 这个我想我们在节目有说过的 球员的人工 好像是颠价 那究竟 我怎么解释呢 这一点 我一定程度上挺同意的 但是我亦都觉得 可以做得精准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 又是那句 无论是牧仔的人工 或者球员的人工之出 我们都要作出一个比较 又就是那句 Ed Woodward的人工 在这六年里面加了60% 究竟 其他一些类似 木户华特的 纲位的人 他们的人工这六年又怎么样 是不是又是加了六成 还是人家加了10% 我们的 胡华特加了60% 再加上 还要计算他的表现 当然 表现这一点 就很难 去比较的 说真的 所以是比较难 但是 实数实数就应该有得比较 OK 所以 我会觉得如果我们再做得精准一点 就可以比较胡华特 同类型的情况 究竟 其他情况是怎么样 球员也都一样 我们的球员 架构 究竟 比起一些我们其他的球会 是怎么样呢 这个资讯也都很重要 因为为什么 老实说 如果整个市场 因为 足球界不是只有曼联这间球会 足球界还有很多其他球会 也有很多更加多有钱的球会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也有说过 尤其是 资金多的球会 在这10年8载 真的是越来越多 很简单说 曼城和PSG这两队已经是 十年前你不会觉得他们是很有钱的球会 现在他们很明显地是超级有钱的球会 市场究竟是怎样的 Trend 而 比较在市场上 我们的Trend是怎样的 那个形势 情况 Trend 中文是什么 小 我不完全知道 Trend 的中文 希望大家明白Trend 这个也是要作出比较 如果我们做了这个讨论之后 发觉不是啊 球坛整个Trend 的比较 和我们的比较差很远 我们真的比较多了很多 这个就是一个更加 有用的指控 或者有用的问题 要问回究竟 格拉萨家族或者胡华达怎么回答 OK 再做得再精准一点 就是说 究竟有钱球会 或者和我们相对 比较的球会 他们的Trend 和整个足球界的Trend 和我们的Trend 这三个Trend的比较是怎样的呢 这个也是更加精准的指出 究竟我们是否真的乱用钱 二 得不到英勇的成绩 OK 所以来说 这个我觉得 我们可以再做多一点的事情 不过有一件事我想说 这两点来说 我觉得 他们的写法 也是比较容易明白 是吧 但是 好像我所说的 那些更加精准的事情 在一句话里 未必说到的 OK 可能在一个解释里面要解释 我不知道 因为我始终只是看到这封信 我看不到内里的 有没有一些注解 可能在注解里面 已经有说到 这个我就不肯定 不过我纯粹是看完这两点的时候 我就 我自己感受好心 一定要是有一些相对的比较 才能告诉大家 或者才能要求 这些相对的 铁拉撒卡组解释 为什么你和 我们行业的其他的同行 有一个分别 这个就是我的理解 OK 去到第3点 自从2005年 7亿 5000万 已经用了 去 给利息的支出 这样 那究竟 我们怎样去减少呢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你问我 就和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债务 是有一个相对的 关系 除了你的债务多少 亦都是你需要给的利息 利率 到底是多少 有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就和 第一点 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关系 所以我就不再说了 就是和我第一点 我会给的意见一样 第4点 曼联的股份 Shares 上市 上升了 大约的价值 4.5200万英镑 自从他们在 纽约的交易所上市之后 2012年 他就说 对于球迷来说 对于球迷来说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球迷的钱 去哪里呢 这个问题 我最后才回答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 真的要花了多少顺势 和大家解释的情况 最后 有没有一个进展 关于足球总监 如果有 究竟这个 这个工作 究竟要做什么 究竟他有多少权力 去做一些重要的决定 这个问题 我自己觉得 在五个问题里面 我反而会把这个 问题放第一 重中之重 反而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第一个问题 我会想问 亦都想有个答案 亦都真的很想加拉薩家族答 不过 我估计 加拉薩家族现在就回答你 你不是已经有加拉薩家族了 他没有这个名字 他没有这个名字 但是他正在做的 那就是Ed Woodward 可能他会这样回答你 但是反而 在五点里面 五个诉求里面 这个诉求 这个问题 我觉得 我是最想知道答案 亦都最想逼到加拉薩家族答案 回到第四个 回到第四个问题 就是说 股价上升了很多 钱去了哪 这样 这一件事 真的要 以我的认知 要告诉大家 究竟发生什么事 又用这些数字来说 会比较容易明白 好了 我当 2012年 曼联上市的时候 曼联的一股 就是share 是10元 OK 当时就是10元 根据这里来说 2012年到现在大约是7年 7年的时间 曼联的股份 就是现在真正的股份 大约是17-18元 我当是20元 简单 2012年上市 曼联的股份是10元 现在的股份 值20元 我当是增加了一倍 钱去了哪 这个问题 据我认知 是一个很认真的答案 有些朋友应该已经知道 炒股票的朋友应该很清楚 我不需要解释 但有些朋友可能未必炒股票 可能就会 需要多少解释 2012年上市的时候 那10元的股份 是什么意思 那股份值10元是什么意思 即是说在公开市场 有人 我当是我 大巴 愿意用10元 和格拉萨家族 买了这个曼联的一股 股份 即是说 在2012年的时候 我给了10元 而那10元 当然有些手续费 有很多service fee 不要理他 10元给了格拉萨家族 格拉萨家族 把那一份股份 买给大巴 OK 好了 大家想想 现在我假设 我买了个股份 一直持有 没有做过任何事 那股份 现在是不是 变了20元 再想回我 我现在 就是 拥有那个股份 而 如果我卖出去的话 我只得到20元 那我就赚了10元 大家要想一想 站在格拉萨家族的 他 他在2012年收了我的10元之后 现在的股份是20元 他有没有收入的 他有没有多到少到 没有 因为他已经代了10元就是这么多的 这件事很清晰 所以在第4点这个诉求 我觉得完全是问错的 如果你问我 OK 那大家又会问 为什么太阳报 或者中香港的媒体 那么喜欢说 买完股份又升又跌 死了 天下降下来 这样 我又跟大家说 万元的股份 的升升跌跌 跟格拉萨家族 当然有关系 但是就不是 他这个第4个诉求的关系 第4个诉求 大家清楚吗 希望大家明白 就是 格拉萨家族2012年 卖了那些股份 他的收益就当时收了 之后我们的股份上上落落 同一个股份来说 那个上上落对于我 买了股份那个人的影响 OK 好了 但是 要另一件事大家要清晰 格拉萨家族 只是拿了 我们万元 的一部分股份 拿了去 纽约交易所那里卖的 就不是卖了 OK 那就是说 他2012年卖了给我 那一股 那个上落对我有影响 因为我的股份 但是 格拉萨家族背后 还有10股 他没有卖出来的 明白吗 所以现在万元的股价 去到20元 那一股来说 我赚了 相差 那10元 但是 格拉萨家族 那10股里面 就由10元变了20元 他们已经赚了10倍 如果他们现在选择卖的话 OK 所以 那个股价对于格拉萨家族 当然有影响 但是 他上市的时候 卖了那些股份 而赚了的钱 对于格拉萨家族 就没有一个直接的影响 OK 但是问题就是说 格拉萨家族是不是那么容易 将他现在 即是原本剩下的10个股份 卖出来呢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是说他想卖就卖 要经过很多程序才卖到 这是第一样 但是他们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用回同一个例子 他们保持那10股 本来是10元 10股10元 即是值100元 但是现在曼联的股价是20元 即是说那10股乘20元 即是现在的价值是200元 他们未必可以立即买回那些股出来套现 但是他们可以做的事 正正就是这一排格拉萨家族的其中一个家族成员做的事 拿了我们曼联 他们拥有的股份 去做抵押 去借钱 等于你们买了一间楼 拿一间楼去做抵押 借钱 一样 OK 所以 曼联的股价对于格拉萨家族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所以第四条问题 他们问那些钱去了哪 其实就去了 2012年 买了那些股份 然后卖出之后 又有另一个人去买 在那班人那里 就不在格拉萨那里 格拉萨的影响就是他们继续 一直保持股份的价值 就会根据我们的股价上升或者下跌 OK 所以老实说 一二三条问题 我们曼联球迷的五大诉求里面 头三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加仔细一点 才可以击中问题的日心 你问我 第四条 我自己觉得 是问错误的 而第五条 就是我觉得最想问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对于 部分万元球迷的五大诉求 我的看法 那我就 纯粹我个人的意见 可以是错的 OK 如果有朋友 有他们更加 专业的意见的话 我欢迎你们可以留言 那我都会当然 有机会就会读出来 和大家分享 这个就是我的理解 但是最后 最后最后 还有一件事 是一定要和大家说的 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诉求 无论是怎样都好 无论我觉得我们的诉求 是 就是 是有问得好不好 或者问得精不精准都好 有一件事 真的 要要骂的 就是骂什么呢 MUTV MUTV在早几天 就有个封烟的节目 就是一个封烟的节目 就是一个叫Pattie Seren 一个我们都挺老的名宿 就和大家球迷聊天 就讲一下关于球会的事 据我看到在Twitter 我没有看这个节目 因为太晚了 是很晚的 我没有看到 据我知道 在Twitter看到 先后有两位万元球迷封烟 就想讨论 刚才我们所说 这封公开信 上高说的五大诉求 二 MUTV的节目主持人 是剪了两位万位的线 老实说 在Twitter上 有人剪了一些片段 有两件事 我觉得是 MUTV做得非常之差 第一件事就说了 他们剪线 第二 更加离谱 就是 我看到一个 短片段 在Twitter上 其中一位万元球迷 打到上去 讲这一方公开数 说一部分 万元球迷的五个诉求 五个问题 坐在那四个人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们初初不知道在说什么 搞一大论 他说了一大论 他们才知道 是问什么 结果就剪线 OK 我觉得 作为一个 曼联的官方媒体 作为他们的主持人 老实说 如果他连这些资讯 他都不知道 真是 麻烦你们 研究一下 你们究竟有没有 做到你的责任 我不是说 你们一定要表态 觉得这五个问题 应不应该问 或者怎么样 不是说 是说你们 都叫做 说真的 我 作为一个 业余的曼联球迷 我们都知道这么多的事情 你作为一个专业的MUTV主持人 竟然接受不了 对不起 我觉得你 做不到你的责任 OK 第二 切线 当然了 切线就未必关主持人的事了 我不知关哪个事 切线 即是说连讨论都不行 对不起 我觉得MUTV也做得非常错 OK OK 就是这样 这件事其实也有点复杂 我自己觉得 也挺满的 可能很多朋友都看不到这里 这样 喂 如果你真的看到这里 还没剪的话 还可以看的话 麻烦你记得给个赞 还有 如果真的的话 都说 我都很希望你们看到这里 即是你们都觉得这个题目 你们有 认知或者有兴趣 希望你们都留言说一下 你们的看法 或者你们的认知 因为 这件事其实都相当复杂的 我都不敢说 因为我都不是专业 我都不敢说 我知道 或者我刚才说的 是否真的正确 或者有多准确 所以 很想很想 亦都特意为何要自己做一节 真是很想很想听 大家究竟怎样看这件事 OK 这一节就是这么多 记住了 今天有三节 第一节就是说 戴巴拿 木仔和艾夫 第二节就是这一节 就是说我们这个 Date out 第三节是什么呢 全体就知道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